新城鄉公所每年都會籌辦中秋節的晚會 為了獲得縣政府全力支持 包括縣遠邱光明、新城鄉公所的社會課長林輝英 新城鄉九個村的村長特別前往拜會了縣長徐真偉 希望可以讓今年的中秋晚會繼續順利辦理 在新城鄉舞蹈社團的熱情舞蹈之下 2023年中秋晚會活動籌劃正式展開了 為了讓活動能夠順利進行 新城鄉公所鮮遠邱光明和九個村長一行人 前往縣府拜會縣長徐真偉 新城鄉長可以來相當感謝前縣長福康奇 縣長徐真偉大意的支持 讓新城鄉持續辦理中秋晚會活動 在經費的益足之下 讓中國文化傳統藝術能夠傳染下來 新城鄉表示再過兩個月就是中秋節了 新城鄉公所開始籌壞九個村要辦理的相關事宜了 官新城府每年都會益助經費來支持地方 中秋節又稱為月節是華人文化中重要的節日之一 與農曆春節端午節並列為三大傳統節日 中秋節的習俗相當多 常見的有賞樂、吃樂餅、烤肉等等 這些習俗多半是中秋節的由來有關 希望透過重視中國文化習俗的活動 來感念新人日慧 記得加入協助 好